大家好,我是队长 最近不断有粉丝私信问我 强盗森梅杰斯的袭击案到底怎么样了 由于他扮演了漫威的大反派征服者康 因此大家对于正宴时十分的关注 而就在今日 梅杰斯案也迎来了最新的进展 根据国外多家媒体的最新报道 在北美当地时间6月20日 举办了第二次听证会中 梅杰斯方提供了大量的视频证据 足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这些证据包括目击者访谈 电话记录 信用卡账单 数小时的监控 以及最关键的警方随身摄像机的视频 可以说到这些证据曝光后 虽然不能说梅杰斯已经赢得了官司 但最起码 现在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向梅杰斯倾斜了 在讲述最新的庭审过程前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整个案件 在今年3月的时候 梅杰斯被警方逮捕 并指控梅杰斯袭击的前女友格雷斯·贾巴里 根据梅杰斯前女友和警方提供的证词 梅杰斯在出租车上 因不满贾巴里想要查看他的手机 和贾巴里爆发了争吵 梅杰斯不但殴打了贾巴里 而且还实施了锁喉勒杀的行为 在两人下车后 贾巴里独自离开单独进行了就医 并在第二天早上报警 警察抵达后 发现贾巴里身上有大量的瘀青 而后撕裂以及手指骨折 而警方也以此为证据 对梅杰斯实施了逮捕 而梅杰斯方在被捕当天就进行了保释 并立刻进行了公关 但显然 梅杰斯方错过了这些指控的性质和目的 最初梅杰斯单纯的认为 这只是前女友在闹脾气 一时气不过报了警 于是他选择私下和前女友沟通 希望前女友撤销报案 而前女友那边也表现得很配合 不但表示 这次争吵全是自己的错 自己很爱梅杰斯 他已经申请撤销的指控等等 总之表现出来的 他就是一个很爱梅杰斯 但一时冲动报了警的无辜者 可能最初梅杰斯也是这么想的 因此他很快就公开了前女友对他发送的短信 试图证明自己的清白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前女友发布的短信内容在外界看来 反而将梅杰斯塑造成是一个精神控制的老手 感情PUA大师 最重要的是 前女友在短信里面还说到 他身上所有的伤 都是梅杰斯在抢夺手机的过程中 不小心碰到的 这相当于做实 其实就是梅杰斯伤到了自己 因此梅杰斯在公开这段短信后 反而让自己嵌入到更为被动的局面 而且在后续的几天 前女友非但没有撤销指控 反而还成为了纽约警方的人证 对梅杰斯发起了更多的指控 并且他们还就梅杰斯提供的证据 对前女友的证词进行了修改 使整个故事看起来更像是梅杰斯实施了暴力 那看到这儿 梅杰斯肯定也明白了 他就会口口声声说很爱他的前女友 其实巴不得整死他 于是 梅杰斯方开始采取更加谨慎的策略 在听证会开始前 不再向媒体曝光更多的证据 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警方再次篡改证词 在第一次庭审中 梅杰斯方也对事情的经过进行了讲述 而这个过程 与前女友和警方提供的版本完全不同 在梅杰斯方的讲述中 梅杰斯在出租车上 遭到了女友的狐角蛮缠 梅杰斯甚至遭到了女友的殴打和撕撤 在这个过程中 梅杰斯并没有实施任何的暴力 最终 梅杰斯人受不了前女友 生气的提前下车独自离开 在梅杰斯离开后 前女友独自一人 前往一家夜店喝酒蹦迪 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有受伤 就这样直到凌晨三点 他出现在了梅杰斯的家中 直接闯入了他的公寓 但由于当时梅杰斯并不在家 女友又连续给他打了32次电话 并间连发送他几条饱含愤怒 嫉妒情绪的短信 第二天 梅杰斯在上午11点回到家 发现女友半弄地躺在 走向更衣室的地板上 还发现床上有许多女友的呕吐物 女友告诉梅杰斯 他吃了几片安眠药 梅杰斯随后拨打了911 当医护人员到达时 询问前女友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前女友只是反复地说他不知道 随后警方到来 他们单独和前女友进行了问询 并且亲自交说前女友 说是梅杰斯抓住了他的脖子 总之那就突出一个 警方联合前女友诬陷梅杰斯 就是要将他置于死地 而梅杰斯的事业也确实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不仅多个商业合作告吹 而且梅杰斯的公关公司和经纪公司 也宣布和梅杰斯解约 接着时间来到了6月20日 第二次听证会的时间 这次听证会 梅杰斯和现任女友 梅根古德以及律师共同出庭 虽然梅杰斯看起来十分的放松 甚至还有说有笑 但外界舆论对他的评价 可谓降制了冰点 社交媒体上 有许多人说他穿得像个电脑 梅根和他在一起就是一个错误 还有说梅杰斯带着圣经出庭 是在祈求上帝宽恕自己的罪果 甚至还有说如果梅杰斯胜诉 他就把自己的脚塞进嘴里 总之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梅杰斯 然而第二次开庭 却狠狠挡到所有人的脸 法庭上 律师提供了大量详细的相关目击者访谈 电话记录 信用卡账单 以及数小时酒吧的监控 以及警方随身摄像机的视频 而这些公开的视频证据显示 前女友格雷斯·贾巴尼 在他所表述的袭击案发生时 他并没有受伤 甚至还继续去泡拔 他也并没有所谓的手指骨折或者耳后撕裂 视频显示 他的身体任何部位都健康无恙 整个视频的过程中都没有表现出疼痛或者不适 律师指出 贾巴尼的证词说他第一次受伤 是在梅杰斯第一次殴打他大约7个小时后发生的 但是在警方的随身录像中 却明确记录了 贾巴尼本人在接受问询时 说了19次 自己根本不记得是怎么受伤的 并且纽约警察局的录像还明确显示 是纽约警察局的警司叫说贾巴尼说是梅杰斯袭击了他 并且在过程中 贾巴尼还承认是自己服用了安眠药 并且喝酒才导致了昏迷 除此之外 梅杰斯方还找到了多名人证 能够为梅杰斯的清白作证 其中就包括了发生所谓袭击了出租车的司机 最后律师再次强调 总组其实将严重影响此案 他希望法院能够公平公正的对待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证据 并期待法院能有一个正确的审判结果 这些证据虽然都指向梅杰斯是遭人冤枉的 但根据纽约的司法程序 这起案件将在8月3日进行最终审判 那以上就是梅杰斯袭击案 第二次听证会所披露出来的内容 可以说整个案件是反转再反转 梅杰斯是否有罪 也将决定了漫威的征服者康到底是否需要换人 好在这一切都将在8月3日得到答案 到时候我也会第一时间将结果告诉大家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觉得视频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